怎麼辦 另外一位我們就是 常常開他玩笑 很多話都只是做錯果而已 沒事... 許建國幹嘛把伯母請出來 我們這樣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那媽媽第一次跟你抱怨說 我們兩個太過分 是哪一個事件 媽媽抱怨的事啊 那個... 阿咪 阿咪老師 伯母親生 妳還這樣子 改造別的溫馨的音樂 聽媽媽的話 我媽媽第一次就是知道這個事情 什麼事情啊 就是... 你在節目裡面 對... 而且是我阿姨打電話跟我媽講 是 因為那天我媽媽剛好睡覺 你說鐵漢柔情的那一部分 對...我阿姨說 她怎麼會在電視上這樣子 然後就說整個錢都完全變了 因為妳以前當主播的時候 我覺得媽媽一定很高興 就是覺得是很端正的形象 對... 所以媽媽那時候有阻止妳說 請妳不要從主播轉為別的方向 她完全不知道 媽媽也完全不知道 她辭掉主播的時候 沒有跟你商量嗎 我完全不知道 後來才曉得 對 可是妳知道 伯母是一個下手很重的人 你說打的時候嗎 要打過人對不對 對 妳算得出來 妳被打幾次 應該算得出來 沒被打幾次比較快 伯母看起來不像會打人的嘛 對 我媽年輕的時候 剛剛那個迪志堅說 她爸爸打她的時候 兩行類對不對 對 那我媽媽打我們的時候 我們留兩行類 對 從來都沒有遲疑過媽媽打妳們的時候 媽媽打就是妳知道 水管就抽上來 不然就那個藤條 打手 天啊 媽媽就是個孝明女 我們去皮膚抱 媽媽那時候也 她長年都不在家 她爸爸長年都在船上 對 所以家裡全部都是我要來管 水管得很嚴 用水管打授自己累不累啊 會 心裡很難過啊 OK 可是聽說妳兒子被打的時候 會大聲呼救 叫鄰居來救他是不是 有時候會 對 我媽下手很狠啊 那伯母是像 霍元甲用三節棍這樣子 霍元甲 霍元甲 鄰居媽媽來勸阻 媽媽就會停手 媽媽就會停手 因為我媽媽是很愛面子的人 有一次妳終於用妳自己的話 敢打動她說叫她停手 那是什麼 對 前提就是 我要先講一下那個背景 就是像我爸爸每次從海上回來 就是他開船嘛 商船 那我們小朋友有時候會要錢啊 那我們要五塊 我爸爸會給我們五十塊 要十塊會給一百塊 那媽媽就對這個錢 那東西就會管得比較嚴 所以你知道小朋友 手頭也說會有緊的時候嘛 對 所以就是會買這種... 想要給妳看 想要給妳看 妳今天這樣 我不要跟妳去做事 她來講 買妳媽媽的啦 對... 然後我就偷了媽媽的錢 而且我媽很厲害 她的任何的錢 她都數得很清楚 包括那個零錢 她都知道有幾塊錢的樣子 那我就偷了錢之後 我就被媽媽發現 因為她數了裡面錢 包裡面的錢 少了錢 那就問我跟我哥哥看誰偷了 那因為我們又是很誠實的小孩 就說是我偷的 然後我媽就說哪一隻手偷的 就打哪隻手 那我就說是右手啊 那我媽就打下去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講說 妳打了右手 我右手以後就變殘廢了 以後就沒辦法寫字讀書囉 因為我媽她很希望 我們能夠好好讀書 對 所以她那一當下就不打手 改打屁股 還要打 對 還要打 妳怎麼說 用媽媽來參加 我媽就是她很怕上節目 她就覺得是自己上節目 會很緊張 然後如果表達不... 就是不貼切的話 她會覺得很糗 後來我就說那個... 就是康永哥跟小S 平常很照顧我 後來我媽就說 好吧... 那個她就幫我找衣服 結果她換了好幾套衣服 我說這套可不可以 那套可不可以 終於選了這一套 很好看啊 很漂亮啊 鮮眼 漂亮 妳實位很有限 剛剛是用色大的 妳就說鮮眼 我覺得還好吧 就是很大當 很端莊啊 適合 典雅 好了 可以了嗎 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妳在節目裡 真的講過 就是妳在家裡有勾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們家境不是很好 勾毛線嘛對不對 所以就做女工啊 那我媽媽就教我勾那個 麒花店嘛 對 對啊 打毛衣 所以那個... 所以媽媽是在諷刺妳 媽媽為了賺錢嗎 怎麼會教... 因為那時候 我們軍中很苦啊 對 所以說另外找一個副業 賺點錢 她在旁邊看到 那我幫媽媽幫妳做 我說好啊 就在教她 所以妳教她勾那個 沙發店的 對 所以妳看人家背後是一個 這麼感人的故事 然後我們一直拿來開玩笑 是妳 爸爸媽媽給她開玩笑 妳有點良知好不好 好 學任哥請坐 謝謝 請問 曾經被爸爸媽媽 攔截過信件的舉手 黎智傑也有 有 是伯父攔截的嗎 不是 是我媽媽 而且我媽媽就是 所謂攔截信件就是情書嘛 國小就會開始有 可能在傳情書或是怎麼樣 那我媽媽就是 發現我會藏之後 因為我房間有個大書櫃 然後就藏在書的夾葉裡面嘛 然後媽媽就是發現我會藏之後 媽媽的做法也很奇怪 她就是 她不會把它拿走 她會看完之後 把它藏在另外一本書裡面 就是 那妳不就找不到 就是我媽的邏輯就是 妳要藏 那我就幫妳藏 那妳如果能夠找得到 那是妳的本事 妳夫人檢查小孩的信件 會立刻跟妳抱怨說 兒子又在談戀愛什麼這些事 會會會 會提起來 那妳會說這種小事 不要管他什麼這些嗎 我基本上 我是在一個旁邊 協助 輔助的一個地場 有沒有交到這個壞朋友 這是我所比較在意的 可是妳會不會跟她講說 談戀愛可以 但是不要在婚前 就讓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我媽有跟我講過 她講的方式是 有一次禮拜天早上 然後人家好像 不知道送什麼東西來 所以禮拜天 大家都會睡比較晚嘛 結果禮拜天一早 就有人一直在急按門鈴 然後我媽就起來 起來之後她第一件事 要注意開門之前 她先把我叫起來 就說 妳最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 我說沒有啊 怎麼了 他說沒有 我只要確定 打開門的時候 我不會看到一對婦女 然後爸爸指著女兒說 這是妳兒子的結果 就她跟我講的是 好多次只要有人按門鈴 她就會說 妳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 我就會說沒有 可是用作方式就... 所以她很怕人家來按門鈴就是 對 就怕打開門 然後就說這是妳兒子做的 對 什麼教育喔 吳淑敏 妳的信件 妳怎麼知道被家裡看過 因為都已經撕開啦 是明目張膽的 對 那妳有抗議過 說不要這樣嗎 有 差不多到了國中的時候 有抗議過 但我覺得抗議那是沒有效的 不過還好寄給我就是 就是一些 可能是歌迷啊 然後他們都會以我 就是想像空間很大 像跟你站在交往的那種字眼 所以他們都是 拿我的心來開玩笑 妳說歌迷自己想像在跟你交往 對 然後寫一些噁心的啊 那也可能是妳真的在交往 妳騙妳媽媽說妳... 不是 因為如果真的在交往的話 在學校自己就先收了 不可能用記的 因為我覺得用記的很蠢 一定會被攔截啊 然後可以收情書 就是男朋友直接 把信交到妳手上來 或是別的學校的男生 直接到學 所以其實爸媽看管這件事情 是可以有效的阻止 談戀愛的事情發生嗎 不可能 因為越是...越嚴啊 就是還是會有漏洞 所以妳國中還是有偷交男朋友 沒有 我到高中才有 因為妳的信是被... 我媽比較賊一點 她不會就是偷藏起來 或者就撕開了 表明就是她撕開了 她撕開了 看過了之後 她用膠水把它黏起來 然後就放在我桌子上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拆開之後 我想說為什麼還濕濕的 而且明明就是那個 拆得不是很乾淨 然後又濕濕的我才懷疑 就是是媽媽拆了 我就拿了信去質問她 我說為什麼要拆我的信 我在家裡怎麼隱私權都沒有 這樣子真的很不尊重我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媽媽說 我拆妳的信 看妳的信 也是關心妳啊 是 所以我一直到搬出去住之前 我所有的信其實都被拆過 包括我的稅單啊 成績單啊 就是任何私人信函都被拆過 稅單她也有興趣 她也有興趣 她很好奇我賺多少錢吧 沒有 她表天下跟國學職人在交往 所以妳談戀愛的年齡 家裡規定是 就是要大學 OK 妳有遵守嗎 沒有 有偷偷 什麼時候開始大家就不穿絲襪了 很早吧 其實我那時候念書我就不穿了 只是媽媽規定我要穿 因為她喜歡我穿那個 很規矩的洋裝 然後一定要穿絲襪 可是我就那時候搞叛逆 就一定要穿破牛仔褲 而且是那種刷舊還有一點油漬的 後來我就發現我的褲子 一條一條不見了 然後我就終於發現 就是媽媽藏在她的衣櫃裡頭 所以之後要出去 我都是藏在包包裡頭 然後在外頭的廁所換 就換自己想穿的 今天的伯父跟伯母 其實不太會應該 讓他們的小孩走演藝圈才對吧 沒錯 所以依伯父當初 你公子要當演員的時候 你有同意嗎 當然啦 當演員第一步要先讀這個學校 相關的戲劇學校 雖然那時候他去考的時候 我是很反對 那你沒有成功的阻止他嗎 以前我們小孩從這個大陸上傳下來 對這個演藝人員 有兩個很不好聽的名字 我不講 講了會得罪一票的人 但是實際上 你要鼓勵他講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就是 你講我就報警了 好 好 米可 白爸爸開口要禮物 我吸進去報警要抓人